昨天呢,儿子的同学家长请吃饭啊,我就点了一个喜欢吃的菜,吃完饭呢就被拉黑了,还被踢出了相亲相爱家长群,第二天呢问其他家长他为什么把我拉黑还踢出了这个群,结果呢他们都说是我的错,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呢? 昨天,儿子的同学小雨过生日啊,小雨的妈妈就在群里面吆喝要请我们一起去给孩子庆祝生日,说他老公给了一千块钱,让我们敞开了吃,我们这几个平时走得挺近的家长也都附和着要去要去啊,于是呢都商量着吃点什么,怎么怎么玩,到了饭店呢,小雨妈妈说大家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,其他的家长啊都随便点了几个,我看了一下菜单啊,有个海鲜大咖是699, 看起来呢应该很好吃,可是呢同学家长却说不用点这么贵的,随便吃点就行,我说呢大家平时都挺忙的,好不容易聚在一起,肯定得吃点好吃的呀,而且呢小雨爸爸不是让我们敞开了吃吗,然后我又点了一瓶红酒啊,吃完饭呢小雨妈妈去结账,竟然多付了610块钱,看多付了600多块钱,当时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了,我说小雨妈妈呀今天真的是让你破费了,回到家我想了想, 今天是不是有点不拿自己当外人了,还让人家多花了600多,于是我想着跟小雨妈妈说一声抱歉,这个时候呢我才发现她竟然把我拉黑了,我还想着说下次呢有机会我再请他们吃饭呢,没想到她竟然把我拉黑了,家人们你们说真的是我做错了吗?